原先外界预计会在今23日进入逐条讨论并在当日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的劳动基准法修正草案,最终却有了逆转结局,在栏尾发动起起通过延长会议时间提案表决通过后,顺利拖延议事进行,草案则是预计最快需待12月初才能送出委员会,而三读通过时间也预计将延后到明年1月, 无法赶上明镜党团最先规划年底前完成三读的时程规划。 昨日会议中由蓝伟蒋万安提出的发言时间无上线提案意外表决通过后,蓝伟陈怡明与蒋万安便接力上场采用冗长发言战术,最终成功迫使会议赵伟、律伟、林静一在傍晚宣布散会也粉碎明镜党团 这初想要在月底前让草案送出委员会的盘算。 蓝伟蒋万安表示,此次阻挡草案快速出委,将可提供外界更多针对草案内容讨论的时间与空间。 而下周伦之位还委员会赵伟的他表示,这会期接近尾声,上海有部分预算案,空无法与劳基法等重大议案需处理。 因此下周委员会如何安排,他还需与党团讨论。 不过他提到,在劳基法之项议题上,不管是在立院举办公厅会或是到各地举办专家座谈都是目前党团有考量的做法。 谈到昨日草案无法顺利完成出审,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刘兆豪表示, 虽然草案受在野党杯葛无法进入逐条时只讨论有点遗憾,但强调即使草案在12月初才能出委,也还是在党团的可接受的修法时程内。 刘兆豪谈到,由本周的委员会可看出,执政与在野党团间在此案上仍有很大歧义,而他呼吁国民党昨日行为人属一事杯葛并非实质讨论。 他表示,希望下次审查时,双方能有坐下来好好针对条文内容讨论的可能。 栏尾讲万安,又采用冗长发言战术,成功驮慢意识进度,使劳基法修正草案本日无法顺利送出委员会。 记者陈庆辉摄影,分享。